2123年,由于河废水的排放,海洋已经被中度污染 各种各样的变异生物出现,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也因此衍生了一种新的职业,进化师 我,一涵,就是一名伟大的进化师 我要拯救世界 你是进化师没错,我几个女生也不是,快点升级 赶紧去领活夫妇,接任务完面升级 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难度大的任务,奖励多 所以要先清理海滩基本任务,不能够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无染变异,让鱼长出了胳膊和腿,直接优得暗上来了 心里这些变异鱼比我想的还要难呢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我怎么觉得浑身难受,这雨水淋到我身上会导致皮肤发痒 那破血,那简直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雨水是怎么来的吗? 太阳蒸发了寒水,形成的水蒸气 汇聚在天上就会变成云,最后下身雨 所以海洋被污染了,这雨水肯定会被污染的 这是酸雨吧 我们先摘一些椰子树叶 这椰树叶变异了,树叶巨大 拿来就成缩鹰,党与效果一流 我好想念美丽的蔚蓝色大海 以前我去海边可以放风筝 必敢海挖贝壳捉螃蟹 现在海滩上只剩下了一些变异的怪鱼 根本没人回来玩 没办法呀 水羊现在和废水污染严重啊 我们都好久没有吃过海鲜了 都不知道这海鲜什么味道 不过清理了一波变异怪鱼 成功提升了等级 咱们得到了新的技能呈现 快快快,我们去海里面进化吧 这种机器呢,进化这里 直接可以进化一小片海水 但是没办法进化海里的鱼 它们还是那副变异的模样 我甚至还能够看到海底有死鱼咧 咱们上上潜水装备 到海底去看看吧 过来 救命,救命 哎呀,看着就让人害怕 不仅有变异于吃人 还好多骨架不在海底 是我高估了我们的能力 还以为终极进化是这门进化海洋 过去,好可怕的大海怪 我们的进化之力根本不够看 连海瓜的爪子都进化不了 看来还要再升一下级 拿到最顶级的进化技能 你看这任务 我们很合适 清除海底发黑的污染源 我们的进化之力都用得上 这些污染源数量众多 我们两个也就只能够清理掉一部分 但是也足够我们兑换升级徽章了 我们升级有什么用呢 这大海中中是没办法进化完的 我们在这边进化 有些地方就跟它排放 就能经历而来 别灰心 我们现在也有了最顶级的进化区域 再去试试吧 顶级能力可以召唤出进化天使 天使可以释放进化领域 有天使的地方就不怕核污染 你看那些海怪别吓人啊 说不定现实世界百年之后 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东西 我不怕那么久 我不怕 我最讨厌那些污染环境的人了